大家好,终于回来了,在美国当月嫂,当了一个五周,真正五周。 那么离开孩子们也是挺难受的,尤其小孩子们,还得过一段时间才能回去见他们。 但是呢,又回到这边的生活来。 那么今天呢,我就想啊,针对着一个网友留言,他说,他就问,就是为什么一个支持自由贸易的美国,为什么要制裁中国? 这不是逼着中国搞自力工生吗? 所以我这里边有个根本的问题啊,就是说西方的政客和学者们,他们还真信他们那套理论,他们信奉资本主义的这个世界观。 所以我在美国读博的时候,学了一个所谓叫发展经济学。 里边呢,他们就试图用这个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逻辑呢,去证明,为什么这个世界贸易会使得一些落后国家呢,赶上发达国家。 但是呢,他们这些人呢,完全不懂得什么是帝国主义,或者是完全拒绝去学习马列主义,尤其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。 那么,所以他们在允许中国人,允许中国去加入WTO,他就给自己培养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。 但是他们早期啊,以为只要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了,他们迟早就会跟自己一样,他们非常信心满满的,尤其是八九十年代,记得当时有一句名言,就是说历史的终结嘛。 所以他们制度自信啊,他们对这个市场经济啊,对资本准备这套东西啊,非常自信的。 啊,呃,但是呢,呃,后来发现自己培养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。 这现在就不得不制裁中国了,那么问题来了,为什么在尤其是二战以后,啊,这个在这个全球推广这个自由贸易,但是并没有出现一个像中国这么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呢? 啊,这里边最根本的问题,还是列宁帝国主义论里讲的很清楚的,也就是说,呃,在这个全球化的这个,呃,这个过程,它所推广呢,是在美帝国主义的控制范围内的全球化,啊,所以,呃,它帝国主义,它不会允许任何第三世界国家,啊,能在政治上,经济上,独立于帝国主义,啊,那么,呃,但是中国呢, 呢,是一个具有一个,呃,首先是军事主权,啊,有了军事主权呢,就有经济主权,有了政治主权,所以,呃,所以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呢,啊,他们受美帝国主义的控制,那么他们就,呃,不能,呃,独立自主的发展,啊,那么,呃,中国加入WTO呢, 呃,他是,呃,认为对自己有好处的外资他进来,啊,有些外资不让他进来,啊,西方对这个是没辙的,啊,那么最后呢,呃,呃,呃,这种自由贸易的,这鼓吹者呢,呃,现在也哑巴了,啊,我们学校,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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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世界贸易,经济,呃,经济,呃,呃,交了几十年,没交帝国主义,然后呢,呃,美帝国主义的制裁,使得大家都觉得非常奇怪,一个,呃,呃,主张自由贸易的,呃,变成了一个保护主义的,啊,所以呢,呃,呃,呃,这就是为什么,呃,呃, 呃,他们西方不得不制裁中国了,啊,因为再,再不制裁就,呃,呃,一个更强大的经济对手就来了,但是已经晚了,已经晚了,他要真正阻止一个,呃,呃,能挑战自己霸权的,那他必须,首先必须是在,呃,呃,受美帝国主义的,呃,呃,军事控制之下的地区,他可以,但是不受他,呃,呃,经济控制的,那他就没辙了,所以这也就是, 现在美国他不得不制裁中国的最根本的原因了,好吧,今天先聊到这儿。